今天來到全新的節目 淘雪威龍 另外一個主持人 政大淘雪逃出來的威哥 大家好 我是淘雪威龍主持人 威哥在華視裡面也是專業的球比 講話也很直接 重點是非常鮮明 個人特色的影響 最近覺得我要低調一點 應該是沒辦法 而且就像敏哥講了 實力不允許 實力不允許 通常是這樣啦 這次我們這個淘雪龍真是專業為主 幽默為福 我們也會做一些敵敵投票 裡面當然是很多球員交叉的意見 到今天到現在這個時間 威哥都還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看起來像以我為主軸 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其實我們在前一陣子 我們做了一個球員之間的匿名投票 對球員的立場角度 對球員的立場角度 去看這個題目 然後去投出了票 如果真的有講到心裡面去 不是本台立場 也不是威哥的立場 不是我的立場 不要怕得罪人 請他們吃麥威龍就好了 一個字 絕 威哥你先猜 然後到最後麥克會講說 這38位本土球員 投出來的票 會大概會是落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你在看 跟你猜的 就是預想是差不多 不是的話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意見 第一題 年度MVP 你覺得會是誰 第一個選項有林蘇偉 楊敬敏 曾祥均 張宗憲 林俊吉 盧俊 陳宥偉 跟高國豪 不用選了啊 絕對不會是敏哥啦 我覺得以戰績的考量 大家會投蘇偉比較多 敏哥這一季感覺就是 沒有像去年那麼的搶眼 蘇偉有打跟沒打 感覺上影響是蠻大 而且他的正負分值好像也是蠻高的 畢竟你還是要拉一點流量到他那邊 因為大家都在看他哥嘛 他那天跟我們講說他今年流量有高一點 我那天剪頭髮 遇到那個髮型師 他就跟我說他沒看籃球 我現在才知道林蘇偉有一個地點 我跟你講 現在知道不算我 剛好他現在當打字 而且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球 我們現在公布答案 第三名是林俊3票 第二名是楊敬敏12票 第一名是林蘇偉19票 有沒有 剛好過半 敏哥的票是因為他理事長 他要投他吧 阿吉有得到3票你覺得 阿吉的這個表現 阿吉的話應該就是 好下一題 就是聯盟有跟我說一下 所以我就跟他打個招呼 就很久 對不起 很久沒看到他 我覺得他來帶了很多籃球的快樂吧 雖然我說實話 我不是就是每一場都有關注 或者就是他可能 我只知道他的表現是從數據看法是非常好的 可能一些細節我沒有那麼就是甚至去關注 可是我覺得我從很多人都一直滿期待他來這裡打球 所以很高興可以又看到他 因為也是以前的隊友跟朋友 不是以前的朋友 還是朋友 可是以前的隊友 你們交台有說了些什麼嗎 我們就是互相鼓勵 就是很高興 因為有那麼多人在我們旁邊也不能說太多 或者說一些想說的吧 可是他有跟我說他為我很驕傲 然後他說他明年也想就是回 我也不確定就是回來打球 那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或者什麼什麼 所以也沒問 可是就是這是他跟我說的 我們說這個 我們說一次商討 跟星君 說到百分之三 我們說真的 所以說我們說